高雄前今有一家诊所遭到民众控诉 院长疑似占地为王摆放了三角锥 把自家的特斯拉停在路口处 还私自设立了充电桩拉线充电 消息一出警方前往取缔 发现特斯拉确实是在路口围停 外加还私自摆放了物品 这前后加一加最高将开罚3600 而对此这名诊所院长也透过文字表达歉意 并且虚心受罚 这是某院长的停车位 他长期停在这边 迎面走来民众直击一步特斯拉 就这样大喇喇把路口当停车格停 而且还设置充电桩 还装了一个充电桩 有够夸张的 占地为王的概念 仔细看特斯拉正在充电 电线垂地还有交通三角锥围在旁边 不过没画红线能不能停引发争议 我觉得车子的话停这边我觉得不方便 我是看这没有伪生敢不能停的 普通我们八成才会知道的 大部分民众都觉得应该能停吧 不过会被民众抨击也不是没原因 这地点就在高雄前津区一处诊所旁 而画面曝光网友也加入讨论 调侃有钱买车却没钱买车位 但也有人说到底是羡慕还是忌妒啊 还特地去拍 但毕竟将自家爱车停在有标示标现的地方 引发争议警方也到场取缔 现场一辆路口10公尺内不能停车 车辆停放位置违规事实明确 而面对控诉 院方人员也出面回应 至于遭到民众点名指控院长 也透过文字表示歉意将虚心受罚 往后会守法 也希望争议就此落幕 借钱再消失点告知不得